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五大基本句型的知识点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句子 不管是复杂的简单句还是非简单句 归根解体都是以五种基本句型为基础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这五大基本句型分别有什么 为我们接下去读懂更复杂的句子 打好基础 我们看一下五大基本句型 一共有五类 主位 主位宾 主位双宾 主位宾宾补 还有主系表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先看一下主位结构 那从字面意思来看 主位结构肯定就是包含主语和位语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sun rises 然后这个the sun是不是就是主语 然后rises的话就是位语 主位的结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主位结构 还有下面这个he died 是不是也是主位的形式 所以这个主位的结构 其实我们只要有两部分主干内容就行了 一个是主语 一个是位语 但是这里大家适当的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位语应该是非极物动词 因为如果你是极物动词的话 后面是缺少宾语的 因为极物动词它本身表达的意思是不完整 必须有宾语 所以主位的结构 大家注意好位语动词一定是非极物动词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主干是主位结构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主语的并列和位语的并列 大家注意只要是成分的并列而不是主位这一个完整的句子的并列 它都应该属于一套主位关系 都是一个简单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它说的是the sun rises and the size 这个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 这个rises和size之间是位语的并列 所以这个呢它应该属于一套主位关系 还是主位结构的句子 后面这个就是sun和close主语的并列 这个应该也是 大家自己在分析句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形式 它是两个句子 好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形式是主语位语 只要有主语有位语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但有的时候呢 它后面或者是中间呢 也会有一些非主干的修饰成分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的这个句子 它说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那这个in the east是不是就是一个壮语修饰 这个属于句子当中的非主干成分 非主干成分后面我们会单独有一个知识点 给大家详细讲解 大家在这里适当的了解一下就行 有一些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非主干形式 但是这句话整体来看 它还是一个主位的这种句型 然后还是一个简单句 好这个是主位哈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主位宾 主位宾也比较简单 大家也比较熟悉哈 我们还是先来看两个例子 他说he finished his homework 他完成了他的作业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主位宾的结构 主语 he finished 位于 his homework 宾语 还有后面这个句子 she doesn't like that movie 他不喜欢那个电影 这个不喜欢位于 然后that movie就是宾语的形式 那这个主位宾的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主语加位于 然后后面再加宾语 然后这里这个位于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跟前面的那个就不一样了 这里应该是一个极物动词 极物动词后面必须跟宾语 没有宾语这句话就是不完整的 大家可以检验一下哈 看he finished 是不是这句话就不完整了 他完成完成什么呀 我们不太清楚哈 所以大家注意主位宾的结构 那这个宾语是极物动词 那同样的 他也可能会出现成分的并列 成分的并列 他只属于一套主位关系 看哈 he prepared and finished his homework 是不是 他准备 然后完成了他的作业 这个就应该是 一个并列的位于形式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修饰 比如像这个quickly 他快速的完成了他的作业 是不是就是一个状语 然后at home 是不是也是在家里 这是一个地点装语哈 注意一下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接着往后看看一下 第三种剧情 第三种基本剧情呢 叫做主位双宾 既然提到了双宾 是不是就证明着后面这个宾语 应该是两个 我们来看个句子哈 他说 he built me a book 他给我买了一本书 大家看这个me和这个a book 都是放在这个位于之后的两个名词的形式 这两个名词就是双宾语 一个直宾 一个见宾 那什么是直宾 什么是见宾呢 就是你直接这个动作的作用的那个人 他就是这作用的那个东西 他就是直宾 比如说你我他买 买的是什么呢 买的是书 这个书就是直宾 那那个被动接受这个动作的对象呢 他就应该是见宾 这句话当中见宾就是我 买了一本书 买的是书 给谁了呢 给的是我 我是接受了他这本书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见宾哈 那同样的我们看一下下一句话 他给汤姆一个礼物 汤姆是不是又被动接受的那个人 他就应该是见宾 然后gift是买的那个东西 给的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是直宾 那咱们这种主位双宾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主语 然后谓语 然后加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 大家注意这个谓语呢 也应该是集物动词 它和前面那个主位兵的结构 这个集物动词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那个呢 叫做单集物动词 只加一个宾语 这个呢 叫做双集物动词 加两个宾语 那具体这个双集物动词 单集物动词 怎么去区分哪些词试 这个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哈 大家可能接触什么双集物啊 然后单集物 有可能想要知道哪些词试 这个其实只要这个动词 放在这个句子当中 你能够看出来 它后面加的什么成分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背什么什么的动词性质 你背其实也背不过来 我们有很多动词的 只要知道它后面的这个结构形式 然后大家适当的理解一下 它是主位兵的结构 还是主位双兵的结构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这两个句子哈 其实后面这两个句子和前面 我们举的这个例句是一样的意思 只不过这种主位双兵的结构 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句型改变的 你看 它就可以变成 他买了一本书 给我 然后他给了一个礼物 然后给了tom to tom 像这个to me to tom 如果变换成这样一种句型的话 我们把这两个成分 大家记住 把它画成是状语 因为它有一个方向性了 这样一种状态的形式了 因为不同的语法书上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样一种描述 或者一种规定哈 我们采取的就是最统一 最规范的这样一种规定 如果是上面那种呢 就是见兵直兵 如果是下面这种呢 就是兵语 然后壮语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成分划分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也有可能呢 会出现一些其他的 非主干成分 一些修饰成分 比如说我买了一本 他买了一本特别没意思的书 Bring Book 是不是就是一个定语修饰 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呢 Last Friday 这也是一个非主干成分 就是做的是一个时间壮语 就是上周五买了一本 特别不好看的书送给我了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种句型哈 叫做主为宾 宾补的形式 主为宾宾补 看两个例子 看一下 什么叫做主为宾宾补 然后我们看哈 他说 He painted the wall white 是不是 他涂这个墙 把这个墙涂了白颜色 来看 He是主语 Painted是卫语 然后这个war应该是宾语 图的 这是这个墙嘛 那后面这个white 这个词 它就应该是宾补 宾补是什么呢 是描述宾语 补充说明宾语的性质 特征的这样的词 你看 我把这个墙涂成什么样呢 涂成白颜色的 白 修饰的就是这个墙 那我们看下一个句子哈 他说 She made Tom a leader 他使Tom成为我们的领导 这个our leader 是不是就补充说明 前面这个Tom 就是他让这个 他使 他让Tom做了我们的领导 这就是一个宾补的成分 补充说明Tom这个宾语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结构哈 结构的话呢 就是主语加卫语加宾语 再加宾补的形式 然后我们再来区分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宾语跟双宾语 大家想一下哈 主卫双宾 是卫语动词 加两个成分 那主卫兵 兵补是不是 卫语动词也是后面加两个成分 只不过有一个是直兵建兵 有一个是兵和兵补 那这两个有可能在读句子的时候 就会给大家造成困扰 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句子 你看哈 he made Tom a cake 大家来判断一下 这个是主卫双宾的结构 还是主卫兵 宾补的结构 这个应该是双宾的结构 这个cake应该是直兵 就是说他给Tom做了一个蛋糕 是made a cake to Tom的这种形式 对吧 那下一个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宾补的形式了 你看他让Tom成为我们的领导 关键就是看Tom后面这个词 后面这个词 他如果是补充说明Tom的 Tom是兵语 那他就是兵补 但如果他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呢 又是做前面动词的兵语的话 他就是双宾的结构 你看我可以说made a cake to Tom 但不能说made a leader to Tom 对吧 所以这个our leader他应该是在修饰我们这个Tom 那这两个句子我们区分一下的话呢 就是前面第一个是双宾宇的结构 而后面这个呢就是宾补的结构 好我们再看一下哈 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修饰性的成分 像这个carefully 我仔细的去图像 然后today表示一个时间状语哈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叫做逐补 因为有宾补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逐补 那有的同学就可能对这个逐补的概念不是特别的清楚了 那这个逐补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就是在主动语态下 它是宾补 如果这个句子变成了被动语态 那这个宾补的成分就变成了逐补的成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看前面第一个句子是我们前面举的例子哈 他说的是他把墙涂成了白颜色 这个white这个白颜色是不是做的是宾补在修饰前面这个war 这是宾补哈 那一旦我们把这个句子变成被动语态 大家看the war was painted 是不是就变成了被动语态 而之前的宾补就变成了逐语 那后面这个白颜色white这个词 它就由宾补变成了逐补 所以大家记住逐补这个概念 就是宾补的这个在主动语态下的宾补 如果句子变成了被动语态 宾补变成了逐语的时候 那这个相应的宾补就变成了逐补 希望大家把这个概念牢牢的记清楚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句型 叫做主戏表 这个其实也跟动词有关 我们这里的动词呢就变成了戏动词 我们来看两个句子哈 他说he is an actor 他是一个演员 然后she was excited 他很兴奋 大家看这是不是ese和words 这个ese和words它都应该是戏动词 所以主戏表的结构呢 就是主语系动词再加表语 而我们这个表语呢 它是修饰前面的主语的 它标志的是主语的身份 地位性质特征等一系列的这个描述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常见的系动词有哪些 前面那些呢都是一般性的动词 而这个主戏表的结构呢 它要求的就是系动词 看有哪些呢 必动词肯定是系动词 像前面的这个ese啊words啊 这都是必动词哈 另外还有一些动词呢 它也可能是系动词 比如说像类似表示感官性的动词 像sound,smile,feel,taste 什么闻起来,听起来,看起来,尝起来 这些词它都是系动词 另外还有像这什么seam,appear,poo这类词哈 它也应该是系动词 然后第三我们再提一个点 就是这个there be句型 there be句型 它应该属于主戏表的结构啊 比如说我们说there is a book 其实它表达的意思就是 这有一本书 就是这个书是在这的 那所以这个there 它就应该是表语 而be就应该 这个ese就应该是系动词 而后面那个book的话呢 就应该是主戏表 there is a book 就是表语系动词主语的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大家记住there be句型呢 它属于主戏表的结构 好,这就是咱们整体的五大剧本句型的内容哈 我们讲了主位,主位边,主位双边,主位边边补 还有主戏表 那怎么去区分呢 其实,呃,严格来说是按照位语去区分的 因为我们英语呢 是属于动词为主的一种语言 那如果这个动词 它是不及误动词 这个句子就是主位关系 如果是单极物动词就是主位边 如果是双极物动词呢 就是主位双边 如果是复合的呢 后面它会有一个补充的成分在修饰边语 那它就是主位边边补 那如果最后它是系动词的话呢 它就是主戏表 好,大家一定要了解好这五大基本句型哈 因为所有的句子都是以这五大基本句型为基础的 我们只有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之后再去进行复杂句子的练习呢 才会就是更清楚更明白 一眼就能找到我们的主办成分 所以这一部分呢 大家客下在做句子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对家练习